大家好 歡迎收看ET才智talk 坐在我身邊 今天有Fall Fall 你好 介紹一下Fall Fall就是加密貨幣交易所AAX的代表 一說加密貨幣 大家都知道 最近經常說股票很悶 說一些更加有波動性和話題性的資產 我想加密貨幣最近都是話題之一 不過我們從比特幣的價格開始講 因為從上星期開始 做其他媒體的節目 很多網民也好 觀眾也好 都是這樣問 究竟比特幣想升到什麼時候 見位破位 萬五 萬六 萬七 萬八 今早早都站得穩萬八樓上 這次推升的原因 你覺得主要因素是什麼 其實這次和上一次的升幅有點不同 一七年的時候 升幅的時候 其實到尾水的時候 散戶一直推上來 但是今次開始推的這幫人 其實是機構 其實在今年大概九月份開始 七月份開始已經是機構說要入場 不斷去鼓吹 然後就比較出名的一間機構 就叫做MicroStrategy 其實它大概在七月的時候 就已經是開始說要買比特幣 它是一間listed的公司 就是NASDA上市 它上市公司 你要上市公司去買到比特幣 這件事做你的Treasury的資產的話 其實它一定要是非常合規的 所以其實它設定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出來 就是說我現在一間上市公司 我的資產配置都已經要配一些比特幣 當時它進入的時候 大概是七月份是萬一元左右 它授了425億美元的比特幣 4億多美金的比特幣 4億多美金 所以其實那個新聞 當然對於整個比特幣的現貨市場 它都不是說很多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相片出來之後 就令到更加多的機構有信心去買幣 說上市公司也可以去買比特幣 去做這個share 好像是正規的東西 對 越來越正規 那每個人都做 一旦有別人做 第一個做 第一個就做其他跟 那之後再follow的 就有另外一間 就是另一間公司 叫做Square Square Square就是Twitter的創辦人 Jack Dossi 它是另一間公司 它買了5千萬個 是的 它都買了很多比特幣 同時間其實它也有一個很推波作難的作用 就是它們不單止自己買 同時之間它是enable一些美國的千禧年的 那一代人去買 其實很簡單 在cash的app那裏 你連了你的Bank account之後 我每個星期都用錢去換比特幣 它有一個staking stats的一個concept出來 就是你現在就不要越供股票了 好像我們以前不供股票 你就每個星期供比特幣 其實就推了很多人去買這個比特幣 如果是比特幣業務 它幫它帶來的revenue 都是一間 嘩 真是很吸引眼球 不過我覺得很多的投資者 將被其中一個新聞所吸引 就是你講幾一些大型的公司 推波作難 我想一定要講PayPal 對嗎 PayPal突然間又說 可以搞一些比特幣買賣 其他虛擬貨幣買賣 明年你一分鐘上去購物 亦都可以用比特幣做買賣 是的 這個真的將比特幣市場引爆了 但是Flo 除了這些news flow button加入之外 其實有很多人就用了一些很基本的訊息 去按下去 究竟在機器一個什麼因素底下 國康爾貨幣是可以升到這樣 有些人說對抗不用美金 對抗通脹 QE等等 其實是否你覺得有一定的關係 其實現在在機構市場的概念 不斷被人推的一個概念 就是什麼 現在你覺得黃金是一個對抗通脹 對抗美國政府不斷引銀子的一個工具 比特幣是一個更加好的工具 而且它的企業會更加高 這個主題其實是不斷推的 譬如我們經常講的一個Great Scale的公司 其實它有一個行動叫Drop Gold 即是說不要賣黃金 將你賣黃金的錢全部變成Bitcoin 這個公用也會有的 同時之間它的升幅會更加高 更加高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有些機構 就慢慢說你覺得黃金是需要的 因為現在美國不斷不斷引銀子 每個月都不斷增幅去做 現在7.2萬億了 那資產幅都增幅 對 都不知道已經多到多少個零 如果是這樣不斷引銀子 你就要買更加多稀有的資產下去 其實什麼資產都會升的 不單止是這個Bitcoin 其實股票也好 樓也好 金也好 全部都會升的 只不過Bitcoin是升得更加快的 因為它的稀有性 就真的是一個很稀有性的 因為Bitcoin下降了2100萬粒 是的 2100萬粒 一沒有就沒有了 現在其實滑出來的流通 大概是1800多萬左右 其實這個沒有了就沒有了 那黃金的話 其實每年突然間都會有些產量 都會流出來 但是這個概念 其實之前一直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為什麼不敢分身去買呢 就是覺得有很多人 就覺得 首先你說 譬如之前覺得合規性未成功 但是自從今年你CME 其實你看到那些期付合約 都已經上星期破了歷史新高 更加引證了其實有很多機構大會 其實在參與這件事情 但是始終大家都覺得 買股票好像比較安樂 就是有很多傳統上的工具 讓我們去量度 是不是 看它的業績 PE底不底 債券那些 那些公司大 有評級機構評級 但是看Bitcoin 其實機構投資的眼中 是怎樣去做估值和量度價格的呢 其實 Bitcoin的話 我們經常說 都是有一些新聞 就是 究竟其實所謂的資產價格 所有資產的資產 都是 由於量度的 越多人買 你的價格就會越升 首先 它有沒有 fundamental 一回事 所以我們看Bitcoin的話 經常會看 有哪些投資者現在入場 就是剛才所提到的PayPal 就令到很多散戶入場 另外剛才所提到的Gray Scale 其實Gray Scale的新聞 現在就開始被人看到 就說 我這個quarter 又有多少人去買這個資產 這個資產 這個資產其實就是 一個Bitcoin exposure 來的資產 越多人買這個資產 就代表 越多人將錢轉為Bitcoin 一個 asset class exposure 所以這一類型的新聞出來的時候 就會代表 因為越來越多的adoption 這個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監管的信心 就是說 我們可能在 不要說十年前 剛剛Bitcoin出來 就是五、六年前 我們買Bitcoin 人家都覺得你 神騙鬼的 或者這些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在Dark Web 或者很shade的 買毒品 或者洗黑錢的 那些 但是到現在 今時今日 Bitcoin已經是 一些是 很多的regulated platform 或者很多的監管機構 其實都認可這件事 就是你剛才說到的 我們講的CME 或者美國 其實很多的平台上面 已經可以是 一個持牌機構 可以正常買買的 一個比特幣 所以其實 當市場慢慢 是接受了認可之後 這件事 是可以去交易的時候 就代表他們 準備可以去入場 這件事 你提到CME 其實上個星期看到 他們未平衡合約 就突破了10億美金 這個是國際媒體的頭條來的 因為2017年12月以來 首次就去到這個水平 剛剛阿福提到 很多大型的trust 即是信托 其實是有代機構 可以持有這些貨幣 是嗎 是 是否很大的endorsement 是令到 又或者 相關的資產規模 其實是否真的膨脹得很厲害 這個膨脹得 增幅是非常之大的 是 在今年 Grade Scale的trust fund 它現在持有 差不多是超過50萬個BTC 即是exposure 已經是 已經 現在說的 差不多是大約1萬8千元左右 你持有50萬個 那個scale 其實已經是大到 但相對去年來說 那個Grade Scale的分 其實可能只有十幾萬個 就是那時候 那個年後的時候 所以今年的話 其實整個exposure 我們看到那個機構入場 會多了很多錢 為什麼說是機構入場呢 就是Grade Scale這個trust 其實主要就是一些 accredited investors 即是一些專業投資者 機構大戶 大戶才可以入場 這個是一個指標 另外其實看到另一個指標 就是我們看到的一些 Stable Coin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USDT 這個USDT其實是什麼 就是一個對標美元 一對一的一個數字貨幣 即是美金動成點 它又動成點了 OK 即是相對數字貨幣 即是它不動 所以很多人其實就會用 他們入場買比特幣的時候 可能它不會直接買比特幣 可能說我先買了USDT 等個BTC 可能升升跌跌的時候 我才會 它跌了 我用USDT買 它升了 我換回USDT 在最近的三四個月裡面 我們會不斷聽到很多這個USDT的增法 它的增法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市場又印多了幾億這個USDT出來 這個新聞是不斷都有的 由7月開始 那是不是代表說 這個是無限印就會跌呢 這個價錢 又不是的 上面有需求 是的 因為很多人已經是把USD 真的換了USDT 那這個錢就會放在他們的Custodian那裏 那就是換BTC 那USDT它的流通性 已經是 其實現在市值應該是 差不多是整個數字貨幣 差不多是頭三名的 那它如果越多人用的時候 就代表越多人去買這個比特幣 那除此之外 其實它不單是機構會用 其實很多散戶都會用USDT入場 去買這個比特幣 那另一個指標性 其實我們都會看到整個市場 今年來講 其實應該是 就是11月 其實它的Volume 已經是遠遠超過了 這個今年3月的 跌到差不多4000元 是3000多 是的 那個Volume 是已經超過那個 那時候的Volume的80% 所以看到其實市場 在極度恐慌的情況下 變到現在極度興奮的情況 所以Volume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帶動 因為很多人說 譬如我們現在畫面上 看到相關一些可以貨幣市值 譬如比特幣 從來都是排頭位的 其實今天早上 最新CAP出來 就3300多億美金的市值 那你說的USDT 其實和第三位的Ripple 其實我見是整天換位的 最新見到Ripple爬頭少少 但USD都排在第四位 升10% 是吧 184億左右 但其實阿福我想理解一下 因為譬如 大家都是說買來買去 都一定是買Bitcoin 因為覺得它的規模最大 是 而且像你說的 它CAP了2100萬粒 現在其實應該剩下 大概十多個% 就到訂 這個因素 是否令到大家會繼續 投入去比特幣那裏 而其他那些也會相對被忽略呢 其實看比特幣整個Crypto市場 有一個指數叫做Dominance 的一個index 其實Bitcoin最近這一波升上去 其實它整個Bitcoin 佔了整個加密貨幣市場 應該是超過75%的 現在已經是 OK 這個趨勢其實在所有牛市上面 都是在前期都是非常之明顯的 這個東西 其實現在你看到是Bitcoin Ethereum 或者這些 我覺得它們怎樣升也好 Bitcoin其實都有一個很領導性的地位 是的 六成左右 其實還是在玩Bitcoin 是的 將來如果其他幣都會升的話 其實Bitcoin也會繼續在那裏上升 OK 即是有一個可能你見整個科技股 反正在升 騰訊升到瘋 現在騰訊突然間慢些 其他科技股都升 騰訊不會突然跌了 是的 即是有一個這樣的效果 因為我看到很多名人效應 其實最近配合news flow 依然只是講Bitcoin 即是就算一些大戶 例如Fidelity旗下 都是搞Bitcoin fund 沒錯 為什麼呢 其實跟流動性都有一個關係 其實現在我們講的那些大戶 他們通常入場買賣的時候 一個order size 是最少10萬元美金 這樣去買賣 通常你如果要買這麼大的order size 就買兩本order book 或者execute的時候 那個slippage 如果是其他的資產 即Bitcoin或者Ethereum以外 其實那個slippage 是相對較大的 所以對於那些大戶來說 其實他們trade trade來trade去 都是tradeBitcoin和Ethereum 即是好像那一陣子 DeFi的熱潮很強很強 那大戶其實都只是trade ETH 即是2台幣 是的 我剛才有個說話 大家為什麼還是無限禁止Bitcoin 因為上個星期 其實大家都看到 Twitter很熱鬧 是 Games of Thrones那位女主角 Macy Williams 突然出了一個tweet 接著 是真的動到Bitcoin的價格 以及其他虛擬貨幣的價格 其實都是被扯高 是的 其實你們看很忙 你們看不同的資訊 你們是否整天都會看著Twitter 那些hashtag 究竟是誰在說Crypto 其實是 而且時間沒得停 因為Crypto的市場 很特別是24x7 24x7 不停的 還有全世界什麼新聞都可能會影響到 其實有些像外匯市場 不過比外匯更甚 就是星期六日都會繼續下去 是的 很累 所以我們看到 18000已經跌回到18000 然後已經有上18000 是的 好像這個週末 整個波幅都比較大 即是 它嘗試去衝19000 失敗 這樣衝回來 是不是會守不住18000 然後現在又好像平穩 有一點點整固 所以整個週末 其實那個波幅都非常之大 我們其實看到 我們做交易所 我們看到就是 哇 我們其實沒得停 是 你應該沒有價格的 沒有價格的 真的 尤其是過市一搓的時候 有些做市商 Market Makers 他們就說 我們不夠錢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你可不可以再有什麼支援給我們 所以其實就 這個Crypto的市場 真是 Never Sleep 我經常都見 其實這個概念 其實很多都是在美國市場的聲音 傳過來 是 我一點點私疑 其實亞洲區的接受程度 現在是高不高 即是有些人用來量度 就說 用北美的大人機動投資者 跟亞洲區的投資者 比例去摸究竟這個貨幣 是否見頂 有一種方法就是 北美其實現在有很多 在不停買 即是2017年的時候 他們很成熟的投資者 他們其實在減倉 接著這些亞洲區的投資者 就進場 但是這次的水 有些人說法 就是 亞洲區的投資者 就最近一些 譬如那些太大幣 或者USD 你說的那些 Ripple 那些 但比特幣 其實以北美投資者 先買 其實這些news flow 你覺得 有沒有值得參考的作用 所以其實 經常都說 US Session 和Asian Session 是的 US Session 通常的飯指 就是美股開市那段時間 事實上在前陣子 美國這樣升的時候 比特幣升得更瘋 就是那個時間 真的會有 因為其實 它沒有一個 直接的關聯性 但是大家 慢慢地 就是大家都是在 那個時間 就會看那個金融產品 所以同時間 它就會有所動作 就是慢慢就形成了共識 Asian Session 其實就 早上是 是否正一點 8點 9點 其實都會很瘋 其實現在有些不同 就是2017年的時候 就是Asian Session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升得好一點 到現在 其實就是 反而是美國市場 那個US Session 是動得更厲害 Asian Session 暫時這個 這一刻還是 是的 暫時都沒有太大的啟示性 不會說 哪一邊其實成熟一點 帶頭 誰成為中場接火棒 其實我們 其實我暫時來看 都還未是 那個 retail user 是很入場的 的情況 即是未到頂 如果以股票的想法來 現在 我覺得是的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的錢 或者是推高 其實都是 一些機構投資者 或者是一些 可能是期貨 或者很多市場 市場 推出價格上去 那散戶其實都開始 入場去做的 但是就未去到 因為2017年的時候 我都感覺到 很瘋狂 什麼都創新高 我都問我 我經常收到WhatsApp的訊息 說 怎樣買比特幣 哪裏買 我暫時還未收到這樣的訊息 這樣OK 我想八卦多一件事 如果真的未到頂的話 有機會都破2017年那些高位 破兩萬 其實現在都不是新聞 來的 上個星期花期 其實是講的 31萬8 是吧 隨便 譬如 ETF 旅股神 都在講幾萬元 一顆Bitcoin 我們用什麼indicator 教大家看一下 究竟什麼時候代表 多人進場 又或者有什麼危機的信號 即是股票 我們會看VIX 看一些背持指標 看成交 看Wall那些 其實Bitcoin 是否都是這樣看的 其實是接近類似的 其實它和炒期貨差不多 炒一些可能是index futures 或者 commodities futures 其實是很類似的 當然它不能夠直接反映現貨指標 但是其實現在的市場 就是因為現在的crypto的市場 和17年有一個很大的比較 就是diviratives的市場 那些衍生品市場 其實已經是很大的了 很成熟 很成熟 所以其實現在會很有趣的 就是你會看到 可能有些像美股或者市場 就是它一升就會升到好一點 一跌就會跌到好一點 就是elgo不斷走 不斷走 不斷走價值 我都害怕的 17年那個水當然是厲害了 然後跌八成 是的 但是現在其實 因為有更加多的diviratives 的instrument 也有很多很公開透明的訊息 其實是 所以有些網站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究竟現在 最近Bitcoin的那個 可能是不同地方的一些交易量 你可以看到 或者最近有沒有一些USDT 是不斷增發的 另外就是看Bitcoin的Dominance 其實它去到一個很Dominance 的情況之後 它又會下一些 又會上一些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參考指標 其實是 我看到很多的 有些 你覺得哪些最重要 我看到很多指標 有Volatility 有Transaction Count 就是多少個交易 有交易的兩個金額 跟著又會有交易的費用 是 其實哪一些你覺得是最重要 其實要看一下哪一隻幣 如果我們剛才說Bitcoin的話 其實Transaction fee 是貴到一個很離譜的情況下 是的 你會看到就是過熱的 那時候是 在這個 我們看回在前幾個月 另一個熱潮其實炒Crypto 就是炒DeFi 就是Decentralized Finance 那些不同的幣 那時候其實我們為什麼會覺得 哇 這個 禍熱度很恐怖 差不多了 為什麼呢 就是它的Transaction fee 那個 譬如說 我如果要去買一隻新的一個幣 這個幣是一個以太幣 基於以太 ERC20的一個幣 譬如Link 那樣 我要將這個幣 由這個地方轉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可能我給那個手續費 要1%或者2% 還有我轉過去的時候 平時可能轉那個Transaction的時間 可能幾分鐘就可以 但是現在我傳過來 我給那麼多錢 但是Transaction的那個時間 在一條鏈裡認證 可能有十幾十分鐘 甚至幾個小時都還沒得 十有車的 哦 那你就看到就是整個 很整個 是的 就代表了整個市場的Transaction 整個用途 已經是癱瘓了整個 這個Chain 這個區塊鏈 這個網絡 可以承受的程度 是不是那些抗工加了那個價錢 類似這樣 是的 就是那個抗工費用 就是越來越高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指標 就是說過熱了 這個Transaction太多了 那現在還不是 現在都暫時是安全的 暫時安全 因為最近有些人說 比特幣升得太厲害了 那有些人說 不如看看二老 以太幣 剛才我們經常說 有時要除了看 投資者哪一類 進場的指標 第二就是看一些供應 其實每一種幣 它都有一個cap的供應 那你見到 剛才我們說比特幣 2100萬粒 但是據了解 以太幣是可以不停增發的 沒錯 但是我看回它的圖 其實它今年的表現更厲害 比比特幣 其實是否那個供應 大家都不是覺得 一個太大的憂慮 因為其實我覺得 比特幣和以太幣 如果要是一個 從傳統市場來比較的話 我覺得比特幣是黃金 以太幣是一間科技公司 或者是一間 很多科技公司的一個 底層的技術 在這個 在一個基於以太坊 對 你說比特幣是黃金 以太坊是Facebook Amazon 是一間tech的公司 你以後 譬如說 所有東西要是基於 這個區塊鏈會做的應用 那你就好像要交 Gas 給以太坊 其實為什麼 以太坊今年會升得這麼厲害呢 其實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Defi的熱潮 其實突然間 你會見到 有百多二百個 關於這個 去中心化金融 Defi的project 其實大部份 都是基於這個 以太幣出現的 在那個應用那裡 如果你要用它的話 你就要用這個 以太坊去付錢 做transaction Transaction fee 就要用以太坊付 因為那個Defi的熱潮太厲害了 所以就在前幾個月 其實就不斷把 以太坊的adoption 就是很多人買以太坊 很多人去 甚至是 去stake 不斷存錢用以太坊去存 或者去買Defi的熱潮 整個price 已經是 它已經升了一波 是的 第二個新聞 其實在炒的是 ETH2.0 這件事 就是它一個新的版本 但是這件事 我個人就不是非常樂觀的 因為它其實就是 現在就要升 升升這件事 它升升這件事 其實它是非常民主的 它就要一些現有持有以太幣1.0的人 它就要去投票 又要同意 是的 這次那時Bitcoin那些 是的 類似這樣的 又要設定香港協議那些 是的 類似這樣的 它就譬如說 我現在就要儲夠多少人 我的mainnet才可以update 現在其實到時至今天 其實它要去到12月1號 要儲夠這麼多的以太幣 才可以去成功去做到這件事 但是現在到截止到今天 大概都是20%不到的 所以就很多人對於這個 以太幣的這個upgrade 其實就不是這麼希望的 其實如果那個是再upgrade到的話 分分鐘那個新聞炒得更厲害 更厲害 更厲害 那可不可以呢 也都教大家 譬如你每天睜大眼 其實你要看著這個市場 最重要的資訊是一定要看的 是來自甚麼地方的 是 我想其實簡單一點 就是大家可以先看看 一些新聞的網站 譬如有Coin Desk 或者是Coin Telegraph 其實這些新聞網站 都差不多24小時 不斷update 他們的團隊 其實都是很分布式的 全世界都有人 另外其實看一些排名的資訊 都非常有用的 就是可以看一下他們24小時的交易量 或者看一下他們的 比如Bitcoin的一些index 譬如Dominance的index Hash Hashing 那些的index 在Coin Market Cap 其實都可以看得到的 另外就 剛才說了 那個transactions 有多少transactions在裡面呢 其實你是可以 或者你自己試一試 就是我嘗試 由這個地址傳到另一個地址 你可以傳一傳 就可以看到 那個transactions慢了 如果你不想自己試 你可以去看一些網站 譬如Blockchain.com 或者Etherscan 你就可以看到Bitcoin 以及Ethereum 主要的transaction 的資訊 剛才我們說的 那些transaction fee 有沒有爆升 各人的資料都可以看到 是的 還有現在因為有 其實有越來越多 Directive的市場 可能是有CME 那類型的平台 或者有些不是 美國監管的那類型平台 其實有很多 一些持倉的數據出來 譬如說 現在有多少人是lawn 有多少人是short的 究竟在過去的一個小時 有多少人爆了倉 即是它可能是lawn的倉 很透明 是的 這些資訊其實全部都是透明的 其實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可能有些網站可以看到 好的 今早才看完那些Bitcoin whales 現在的持倉有多誇張 是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新聞 其實只要大家去看一下 或者看多一些 其實又覺得是挺有趣的 是的 其實在Twitter上面 都很多帳戶 可以看到這些即時的即時資訊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做的Directive 那些人 其實他們就直接把 Trading Bonds 那些人的資訊 那些資訊 就儲存在不同的網站 哦 它直接就輸入去Twitter那裡 其實你打一個Twitter 即是有時候 那些人炒Crypto那些 其實他就放幾個畫面去看 嗯 那右邊其實就開著幾個Twitter的帳戶 不斷就閃閃閃閃 哦 這樣真的更快 是的 有時候譬如我Hashtag Crypto 或者Hashtag Crypto 其實就會整版出了最新的新聞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 這一種資產的交易的話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希望今天的資訊 可以幫到大家 也多謝阿科 今天上來和我們講解了這麼久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